大家好 我是老毛 中国恐怕是世界上观看世界杯人数最多的国家 然而中国足球却总是难以进入世界杯决赛圈 他们不断的刷新着输球的底线 让进入世界杯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 本期视频盘点的就是国足史上最耻辱的无常比赛 让我们一起看看 他们是如何在亚洲逐渐滑落到三四流球队水准的 第五位 伊尔比德惨败 上个世纪90年代初 中国足球准备做出重大改革 主席希望聘请杨教练带来世界足坛最先进的技战术 并带领中国队进入到美国世界杯的决赛圈 在这样的背景下 斯拉普纳在1992年顶着德国年度十家教练的光环来到中国 成为中国男主的第一任杨祖帅 1992年 斯拉普纳带队打失与赛 中国队和伊尔克 野门 巴基斯坦 约旦分在一个小组 可以说这个小组的整体实力并不强 最强的对手伊尔克实力其实也不如国足 这两场比赛国足大比分战胜巴基斯坦和约旦队 此时的中国队内弥漫着一股骄傲的气氛 队员们认为接下来的比赛肯定会拿下 无非是赢几个球的问题 而主教练斯拉普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将下一轮的对手野门队比作是一条小蛇 轻轻一下就可以把他扯断 如此傲慢的态度让中国队吞下了俄国 最终中国队0比1输给了野门 由于这场势力导致国足压力巨大 在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中 前怕狼后怕虎 背手背脚 最终同样以0比1告负 彻底告别世界杯 年龄较小的球迷或者不看球的网友 乍一看可能懵了 这7比0不是赢了吗 怎么还是耻辱之战呢 这就得看看究竟是怎么样赢的 和最终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了 2006年德国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 中国队的小组赛最后一轮开赛前 与同组的科威特都积12分 且相互战绩一样 但是科威特有8个竞胜球 而国足只有6个 所以如果国足想小组出现 那么最后一场与中国香港队的比赛 必须狂刷竞胜球 刷到比科威特多一个就行 科威特这边最后一场的对手 是已经出现无望的马来西亚 而马来西亚赛前就说 会派一支青年队踢这场比赛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中国队和科威特队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 都会想办法大比分击败对手 这种微妙的出现形式 让亚洲联直接表态 说不管这两场比赛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亚洲联都会认为是合理且公平公正的 这些话的话外音就是 你们两队自己搞定对手 反正别来我这闹 说对方踢假球就行了 比赛当天半场结束 国足3比0领先中国香港 而另一场比赛科威特1比1马来西亚 这个比分让中国队有些麻痹大意 下半场临近结束前 科威特疯狂的打进了5个球 比分来到了6比1 但此时的中国队在比赛最后阶段 将比分锁定在7比0 队员们本以为自己已经出现了 没想到中国足协和较量组 居然算错了进球数 导致国足以一个进球数的劣势 惨招淘汰 赛后有人调侃说 最善于做计算的中国队居然死在 来没算队晋胜球数上面 真的是莫大的讽刺 第三位519惨败 这些国家队的主教练是当时中国足团的 名帅曾雪玲 他上任后击败了欧洲联盟杯亚军 逼平了苦主韩国 并夺得了亚洲杯亚军 国足在亚洲已经进入了一流强队之列 这次的球迷对国家队期望值非常高 畅想着国足能够进入1986年 墨西哥世界杯决赛圈 但最终的结果却犹如魔咒一般 1985年世纪赛开打 中国队和中国香港 澳门 文莱同组 以当时国家队的实力 小组出现不会有任何问题 然而首回合 中国队跟中国香港队的比赛 却打成了0比0 这让中国队从主教练到球员 都背上了极大的包袱 第二回合 国足坐镇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 又到了著名的只要打平 就可以出现的时刻 本场比赛 出现形势更有力的中国队 选择了全线进攻 希望一举拿下对手 中国香港队则很不实 老老实实的打起了防守反击 并且在第19分钟的时候 利用任意球机会率先破门 虽然李辉在不久后就扳平了比分 但情绪急造的中国队员 只知道一味进攻 被对手抓住一次反击机会 打住支撑球 最终中国队以1比2失利 未能小组出现 堂堂国家队居然连省队都打不过 赛后 失望的中国球迷开始失去理智 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519烧乱 主教练曾学霖也因这场失利 不久后引就辞职 第二位1比5惨败泰国二队 2013年6月15日 国足在主场1比5惨败给泰国队 为中国足球再添一块伤疤 这场比赛 泰国队多名主力球员都不在阵中 实际上可以算是一支U23青年队 但中国球员在比赛中 不仅在技战术方面同泰国队存在差距 在对待比赛的态度上也是天壤之别 赛后 愤怒的球迷聚集在球场内高喊 卡马乔下课 国足解散等口号 表达着对这支国足的不满 不久后 范大将军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抑制不住自己对球员和猪蟹的不满 说出了那句中国足球经典语录 再下去我要输越南了 你泰国队输完输越南再输缅 接着没人输了 连都不要了 第一位国足1比3越南 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想到 在2022年的农历大年初一 李小鹏之家的中国男足 竟然会用1比3这样一个耻辱的比分 当做新年礼物送给全国球迷 要知道这支国足可是有 洛国父阿兰蒋光泰等规划球员助阵的 国足身价高达1482.5万欧元 而越南队身价仅仅445万欧元 还不到国足身价的零头 这样的表现不再仅仅是让球迷感到失望 而是用实力让所有球迷彻底对中国足球感到绝望 1比3输给越南这是由官方统计数据以来 近60年时间里中国男足首次在正式比赛中输给越南 同时也是东南亚球队首次在12强赛中取得胜利 除了用起始大辱来形容这场比赛我还真的是想不到别的词 虽然国足此前曾1比3输给泰国队但那场比赛只是一场友谊赛 还存在球员故意做掉当时主帅卡玛乔的嫌疑 而这次与越南队的比赛是国足目前能够参加的最高级别的赛事 直接关系者能否进入世界杯 在这样的比赛中都能输给越南队 那接下来还要输给谁 还是那句话没得输了 脸都不要了